2024中网正赛第三比赛日 中国军团武丹武双双线出击 仅取得四胜六夫的成绩 其中被球迷爆以厚望的张之珍 商俊成和王心于全部输球 而老将张帅 00后新兴布云朝克特和元月汤千惠汤元祖和泽个字收获一场胜利 这三场胜利甚至还都带有暴冷的性质 张帅64 6-2那瓦罗 布云朝克特6-73 6-2 6-4商俊成 元月汤千惠64 7-60达特克鲁格 张之珍36 6-4 3-6弗基纳 王心于63 4-6 5-7库德梅托瓦 张帅梅尔腾斯36 3-6加藤魏维基切洛克 徐亦凡二公真琴4-1分之6-6马太克肯宁 布云朝克特瓦林卡36 4-6马丁内斯布博利克 周易王傲然57 1-6波莱里瓦瓦所里 张之珍1-2达威多威奇弗基纳 3-6 6-4 3-6 中国赛季两连败 也许受到杭州战事力和疲惫的影响 张之珍今天确实不太在状态 发球和底线两大杀手锏同时失灵 此外 如同年初代维斯杯输给千大球员那场球一样 张之珍再跟自己也跟球迷赌气 而弗基纳的底线更扎实 强势且有能力 这样的球风很刻意基本功扎实著称的中国球员 他对中国球员保持疯狂的六战全胜 其实 身体疲惫的ZZC能拼到决胜盘 已经很尽力了 他最大的敌人其实不是球风相刻和身体疲惫 而是现场的观众 现场 有小球迷一直喊张之珍 张之珍怒气回对 我在这 我在这 我靠 我在这 这样的互动 很难让人心平气和 有时候 中国赛季对中国球员就是个炼狱 太受欢迎 要如何去接住还不太懂网球礼仪的国人过报的热情 其实 中午商俊成和布云潮科特比赛的时候也出现过这个问题 当时 是中午时段 现场来了很多学生 各种小朋友完全不受控 小商也一直在跟球迷斗气 却失了自己的耐性和比赛节奏 张帅2-0纳瓦罗 近日分最大的惊喜是张帅给的 他爆超级大冷遗六 四 又比二击败赛会6号种子纳瓦罗8号 时隔两年在胜世界前10总第9胜 拿到65分 5910名美金 即是排名428位 上一轮通过双抢7击败美国人凯斯勒 终结24连败之后 人们就惊喜地发现 张帅回来了 赛后他自己也说 一直输球也许是在等中网的赢球 毕竟 他上一次在钻石球场打球已经是5年前的事情 这场胜利的伟大不只是张帅持续赢球且打出自信 当年 张帅在大满贯遭遇了14连败 如今 寻回赛24连败的他似乎又重新找到了生涯的动力和起点 难怪 有网友说 上山的人不要嘲笑下山的神 必须要说 张帅击败纳瓦罗也太冷酷了 他帮助郑清文扫清了一个年中最大竞争对手 郑清文这一区一路畅通了 目前 纳瓦罗领先郑清文488分 中网的四强积分是390分 也就是说 如果郑清文进四强 就可以把和纳瓦罗的分差缩小到100分内 去年中就大有机会 郑清文出战 明天 5号种子郑清文就将在黄金时间亮相钻石球场 对手是世界排名第71位的俄罗斯球员拉西莫瓦 赛前赔率 1.11到6.5 无条件看好郑清文 所以 比赛必须赢 19点整郑清文7号VS拉西莫瓦 71号 赔率 1.11到6.5 无交手记录 北京时间9月28号的晚上19点 本次中国网球公开赛最受关注的选手 中国选手郑清文将会正式亮相 黄金时间又是在钻石球场进行打比赛 可想而知这场比赛的关注度究竟有多大 在赛前24个小时就 已经开始有少的媒体进行渲染 此时郑清文身上的压力肯定不小 然而在这场比赛之前 郑清文却收获了一个非常差的消息 就在这场比赛开赛之前的24个小时 同样是在晚上的黄金时间 同样是在钻石球场 中国男单的头号种子制作迎来了自己的首场中网的比赛 结果却1比2输给了对手 只不首轮非常遗憾 这场比赛出现的一幕画面 很有可能会让郑清文非常担心 也出现在他自己的比赛场上 在张之珍比赛的现场 有一位非常年轻的球迷不停地朝他喊张张之珍 让张之珍的发球节奏完全地被打乱 张之珍随后朝着这名球迷喊道 我知道我听见了 意思就是让该球迷安静一下 但是这并没有换来张之珍想要的安静的环境 甚至一度让张之珍在休息的时候捂住耳朵 抗议现场嘈杂地干扰声音 郑清文在中国的人气要比张之珍更大的 可以预见的是 周六晚上的这场比赛 来到现场的观众肯定要比张之珍的这场比赛人数更多 现场会不会同样也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要知道 郑清文的发球节奏相对会比较慢一些 他在发球前的准备时间会更多 这样他就更需要安静的环境了 假如说真的有球迷控制不住自己的热情 出现了像张之珍这样的情况 影响到郑清文的心情 这就是得不偿失 主场不仅没有给咱们中国的选手制造优势 反而让中国的选手受到了干扰 帮了道忙 网球这项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并不长久 尤其是在李纳退役之后 中国球迷的网球热情不是太高的 但随着郑清文奥运会夺冠之后 这种热情回来了 观众回来了 这是一个好事 中国网球公开赛现在的级别 也是仅次于四大满贯赛事的高级别赛事 但是我们的观众目前来看 根本配不上这种层次的比赛 中国网球运动员现在已经有很多达到了世界顶尖的水准 有了非常先进的技术和水平 可是我们中国网球观众的素质和水平 距离一个标准的平均线却差得非常的远 希望张自中在比赛当中出现的画面 不要再出现在正亲文的赛场之上 张之珍已经是一个受害者了 不要有第二个了 中网硝烟散尽 五胜六负的成绩单背后 藏着中国网球的黄金时代蜜月 2024年中国网球公开赛落下帷幕 中国军团交出了一份五味杂陈的成绩单 五胜六负 乍看之下 这似乎与球迷的期待相去甚远 但在这份看似平淡的战绩背后 却隐藏着中国网球未来发展的蜜月 预示着一个崭新黄金时代的到来 后里那时代的阵痛与希望 自里那退役后 后里那时代的中国网球始终在探索中前行 曾经的辉煌仿佛昨日黄花 取而代之的是年轻一代的迷茫与阵痛 本次中网张之珍 商俊成 王新宇等新生代球员的失利 无疑给球迷们泼了一盆冷水 竞技体育的魅力就在于他的不可预测性 老将张帅的强势回归 为中国网球注入了一记强心针 他以令人惊叹的表现 接连战胜强敌 最终捧起了女双冠军奖杯 张帅的胜利 不仅是他个人职业生涯的又一次巅峰 更是对中国网球精神的传承和延续 00后的冲击与成长 00后心心不云朝科特的横空初始 为中国网球带来了新的希望 这位年仅18岁的小将 凭借其凶猛的球风和顽强的斗志 在中网赛场上掀起了一股青春风暴 尽管最终止步八强 但不云朝科特展现出的潜力和冲击 足以让球迷们对中国网球的未来充满期待 商俊成在比赛中遭遇的挫折 也引发了人们对年轻球员心理素质的关注 在巨大的压力下 如何保持冷静和专注 是年轻球员需要克服的重要课题 练狱般的考验与蜕变 对于中国球员来说 中国赛季既是主场作战的荣耀 也是练狱般的考验 球迷的热情和期待 有时会转化为无形的压力 影响球员的发挥 张志珍在比赛中与球迷的冲突 就折射出中国球员在心理调试方面所面临的挑战 正是这种练狱般的考验 才能让中国球员得到真正的成长和蜕变 唯有学会在压力下保持冷静 才能在国际赛场上展现出真正的实力 球迷文化的双刃剑 中国球迷的热情 是推动中国网球发展的重要力量 球迷文化中也存在一些期待改进的地方 部分球迷的不理智行为 不仅会影响比赛的正常进行 也会对球员的心理造成负面影响 构建成熟 理性的球迷文化 是促进中国网球健康发展的关键 球迷应该理性观赛 尊重对手 为中国球员营造良好的比赛氛围 黄金时代的曙光 尽管中国网球目前还面临着一些挑战 但我们有理由相信 中国网球的黄金时代已经出路曙光 中国网球人口技术庞大 为网球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越来越多的优秀教练和训练资源 投入到中国网球事业中 为球员的成长提供了保障 中国球员在国际赛场上的竞争力不断提升 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年轻球员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中国网球必将在世界舞台上站放更加耀眼的光芒 结语 五胜六负的成绩单 只是一个新的起点 中国网球的未来 充满着无限的可能 让我们共同期待 中国网球能够早日迎来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